狐狸猫向大家炫耀念高中的哥哥 昨天第一次去捐血得到的手环 大家围成一圈 好奇地看着上面写着 我第一次捐血 开始讨论了起来 听说要满17岁才可以捐血耶 为什么要捐血啊 捐血有什么用呢 捐血是为了帮助他人哦 有些人遇到意外或是在斗手术时 施血过多都会需要书血才能活下来 因此捐血是可以救人的 是一件伟大的事 对了 捐血时是不是还要注意血型啊 没错 不是所有血型都可以输给任何人的哦 还需要经过比对 以免造成排斥反应 说到血型 ABO血型也是人类的性状之一 有A型 B型 O型 AB型 这四种可以由父母遗传给小孩 不过我不是很清楚血型是怎么遗传的 生物老师正巧经过 看到同学们围成一圈 似乎讨论得正起劲 你们在讨讨论什么啊 老师 你来得正好 我们想问 关于人类ABO血型是如何遗传的 人类ABO血型的遗传其实是很有趣的哦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人类ABO血型有哪几种表现型 这个我会 表现型就是性状显现出来的表征 人类ABO血型的表现型 有A型 B型 O型 以及AB型 很好 接下来就是有趣的地方了 人类ABO血型是由一对遗传因子控制的 一样有显性的遗传因子和隐性的遗传因子 分别用大写的I代表显性 小写的I代表隐性 只是控制人类ABO血型的显性遗传因子 有两种形式 分别为 大IA和大IB 也就是说 控制人类ABO血型的遗传因子 有大IA 大IB 小I 这三种形式 大IA 大IB 是显性 小I 是隐性 好特别哦 它的遗传因子 有三种耶 由一对遗传因子控制 也就是 有两个遗传因子来控制的咯 是的 三种遗传因子 选两个组合 就可以表现血型了 一起来排列组合看看 会有哪些基因型 有 大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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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I 大IB 大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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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I 大IA 大IA 和 少I 少I 老师 我推理一下 显性遗传因子 就可以表现显性的表征 同时有显性和隐性遗传因子存在时 隐性的遗传因子 就不能表现 所以基因型大IA 大IA 大IA 小I 有显性遗传因子 大IA 所以表现出A型 基因型大AB 大AB 大AB 小I 有显性遗传因子 大AB 所以表现出B型 基因型大IA 大IA 大AB 是两个显性一起表现 所以就是AB型 而小I 小I 是两个隐性遗传因子 所以就表现隐性表征 应该就是O型咯 我还发现A型 B型 AB型 是血型的显性性状 而O型 是血型的隐性性状哦 没错 你们的推理都很正确哦 我爸爸AB型 妈妈O型 为什么我是B型 不是应该像爸爸或是像妈妈吗 别紧张哦 通常我们会用遗传学的普系图 来了解父母与小孩的遗传关系 方框代表为男性 圆圈代表为女性 用线连接起来就代表是父母 而往下延伸就产生子带 所以在这张图上可以清楚的知道 麦爸的表现型是AB型 麦妈O型 我们现在要分析麦麦是什么血型 老师 用表现型判断不出来啦 要用基因型才能分析 很好哦 基因型也就是遗传因子组合 麦爸是AB型 基因型为大AA大AB 麦妈是O型 基因型为小I小I 使用棋盘方格来分析会更容易哦 表格的正上方 与左侧边代表清代的配子 麦爸的基因型为大AA大AB 产生精子时会进行减数分裂 所以大AA大AB 这两个遗传因子会分开到一格为大AA 另一格为大AB 同样的方法 麦妈的基因型为小I小I 所以这两个遗传因子会分开到一格为小I 另一格也是小I 接着中间四格就代表配子结合 所以对应进来就是大AA少I 大AA少I 大AB少I 大AB少I 这些组合的表现型有A型B型 所以我是B型的很正常 如果推算出来不是相符的血型 也不用紧张 有一些人虽然有大AA大AB的基因 但是因为缺乏一些酵素 在一般血型检验中会被误认为O型 我们称为亚梦买血型 所以需要进一步检验 虽然性状表现是由基因所控制 但是有时相同的基因 却会有不同的表现程度哦 有可能你就是这种特别的血型哦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一人类ABO血型是由一对遗传因子控制的 但控制此血型的遗传因子有 大AA大AB小I三种形式 大AA大AB是显性 小I是隐性 二遗传因子的组合可以成为A型 B型 O型 AB型四种表现型 三 利用基因型可以推算清代和子代的血型关系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想一想 在人类目前已经发现 并为国际书写协会承认的血型系统有30种 除了ABO血型系统外 还有其他血型系统吗? 不同血型书写会发生什么事呢? 欢迎你去观察、思考、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